小女孩天生就拥有阴阳眼 可她刚坐下就感觉一阵害怕 因为她身边的老爷爷跟棺材里的人一模一样 赶紧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起初她还以为是自己演花了 于是再次确认一遍 发现老爷爷就是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 随后老爷爷就禁止走向了菜花 他扶下身子说 那个失声痛哭的人正是他的妻子 因为自己走得太突然 所以他想要菜花帮她传递自己的遗言 很快菜花就慢慢地走进老奶奶 然后把老爷爷的遗言传递给他 奶奶听后瞬间大声哭泣起来 而菜花扭头看去时 老爷爷也圆满地离开了这 直到几十年后 菜花在刷牙时 镜子里忽然映出一个圆盘 下一屏楼梯下 就走出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他嘴里说着救救他 转身就消失了 直到第二天晚上 来人再次找到菜花 他想起自己的名字叫 保罗希望菜花能帮他回家 因为怀孕的妻子还在等着他 好在菜花根据线索找到了保罗的儿子 可不幸的是 保罗的妻子在两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当天下午菜花就带保罗来到了妻子的墓碑处 时隔三十年 他想见到妻子 却没想到妻子已经离开 虽有遗憾 但得知儿子生活的幸福 他也圆满地离开了